比起金钱,巴菲特更在乎时间 他从来不会浪费时间 他的老搭档查理芒格赞叹道 巴菲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忙 他工作的时间有80%花在阅读与思考上 这就是照旧史上最成功商业记录的原因 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 亚伯拉罕林肯也曾说 如果给我6小时砍倒一棵树 头4小时我都会用来磨斧头 我们的人生就像林肯砍树一样 花时间在思考规划 才能轻松扭转人生 周日一天的思考与计划 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内 能进行精确的操作 让我们生活更加高效 由于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 为了转移穷人们的注意力和不满情绪 让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境遇 富人们推出了奶头娱乐 就是能让人着迷又低成本 能够使人满足的垃圾娱乐内容 比如短视频、电视剧和游戏等等 富人给底层一个奶头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填补他们全部的空闲时间 很显然 富人们又成功做到了 巴菲特发现 现在的年轻人 每天都在循环做这9个行为 所以才会导致他们没有时间 才会低效率 大家好 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的频道 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 和群并不能成为一种可靠的价值判断 当你和一个群体交往感觉到累的时候 说明你们并不是同一类人 不是所有的群 你都要迎合 胁迫性融入群体 很难给你带来任何舒适和价值 和群的目的 是为了交流学习 彼此提升 或者只是为了纯粹而真实的情谊 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两样 只是花费大把的时间 就怕别人说你不和群 开不起玩笑 那些明知你不乐意 还要拿着和群来胁迫你 为难你的 压根不是好人 和群不过是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和群没用 那就独善起身 真正有所成就的人 都在用不和群的时间 去重塑真正的自我 有时候 不是别人绑架了你的意愿 是你用不切实际的期待绑架了自己 和群很重要 但是要和一个什么样的群更重要 无论如何 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才是第一位 三分钟热度的主要原因是 好奇心泛滥 好奇心令人们对一件新事物产生热情 而当开始找手做这件事的时候 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为了避免承受未来可能的失败 及时放弃 才能全身而退 这导致每件事都是半途而废 最终一事无成 这不只浪费时间 也对于个人自信心和经历 是一种无形的磨损和内耗 容易放弃是忍性 但还是可以克服的 要想改变三分钟热度 秘诀就在于 在刚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 先养成天天做这件事的习惯 再求求做这件事的强度和质量 如何天天做这件事呢? 方法很简单 降低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强度和标准 比如健身 最开始去健身房的时候 你可以每天先去15分钟到半小时 先让自己的身体先适应 并且慢慢从中找到乐趣 慢慢培养自己新的朋友圈 当你觉得每天去健身房半小时 已经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会消耗你的意志力了 你就开始加强力度 加到45分钟或一小时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你看到一些努力坚持的人 他们开始也有懒惰的时候 没有人是天生就厉害自律和坚持的 都是靠每一天一点一点积累的 72小时定律告诉我们 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 如果72小时内没有去做 那你做这件事的几率就近于零了 他们总喜欢等待所谓的机会 总是想要准备好一切在行动 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开局 今天的事推明天 明天推后天 所以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执行力 每一次果断 每一次行动 都是在打败那个在拖延你的敌人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情绪来摆脱恶性循环 找出原因 消除任何障碍 无论如何都要马上去做 有时候 即使面对你喜欢的事 也确实很难开始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 而这会让你觉得目标很难实现 从而导致拖延 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 会使事情变得积极 从而使你保持合适的工作心情 有了正确的策略 你就可以掌控一切 并乐于完成工作 我很喜欢一句话 我在过去的人 会永远错过现在 你一直在后悔 怀念你的过去 又对你的未来非常焦虑 说明你现在过得不是很好 或者说你现在跟以前的心态 有了一个变化 对事物的看法和做法有了不同 可以试着去找回以前的心态 有些人总是后悔过去的某个选择 想着 早知道这样就好了 如果我没有这么做 会怎么样呢 他们的眼光始终无法向前看 不断地缅怀过去 纠结过去的某件事 在脑海中一遍遍批判自己 时间长了 思想负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不要想得太多了 可以去户外多活动放松自己 或者去一场简单的旅行 转移注意力 你可以开始有空就运动 或者读书 进行一些爱好来填补时间 如果一个人自立起来 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就没有空去想那么多了 很多人一直让自己处于极差的心情中 导致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干 其实负能量只会让我们自己更加苦恼 却无法解决任何事情 这时候朋友就很重要了 我们应该多去靠近一些给你赠能量的人 真正的意有是能够相互鼓励 并且对生活充满激情的 和一个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在一起 很重要 如果说要对自己的生活与朋友负责任 那么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指望别人能照亮自己 而是要内心自带光源 同时可以照亮他人 如霍金所说 如果你患有传疾 这也许不是你的错 但抱怨社会 或指望他人的怜悯 毫无益处 一个人要有积极的态度 要最大限度的利用现状 近朱者测 近墨者黑 最终跟随蝴蝶走下去的人 看到了是芬芳的鲜花 而跟着苍蝇走下去的人 你只能到达肮脏的沟渠 人生就像射箭 梦想就是箭靶 没有箭靶 每天拉弓又有何意义 你有没有迷茫过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 但是生活上 事业上 都不见任何起色 觉得很迷茫 浪费了很多时间 其实呢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你没有目标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饥饿逃不上饭的乞丐 只会嫉妒那些可以吃饱的乞丐 而绝不会去嫉妒高高至上的王帝 这个故事里面原本的意思是讲述 每个人只会嫉妒比自身稍微好一点 处于同一阶层的人 如果想不与嫉妒你的人共处 就努力与嫉妒你的人拉开层次 先去思考你未来想过的生活 然后想想你见过谁达到了那个生活 然后你可以去模仿他 读他读过的书 走他走过的路 无限的从认知与行为向他靠拢 就比方跟着老虎学捕猎 跟着狐狸学智慧 跟着乌龟学忍耐 不一定一生只跟一个人学 那种只信仰一个人 只能称之为被洗脑了 在不同的阶段 跟着不同的人学习 他们最优秀突出的一个方面 然后反复运用到熟练 形成为自己的能力 这样就会逐步融合出 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当我们越来越追求完美时 我们对自己也会逐渐苛刻 更会将他人的缺点放大看 要学会放平心态 看待自己和周边的人 苛求完美的心态 并不会让工作变得如鱼得水 反而让做事效率变得越来越低 事实上 完美主义其实往往代表了 人类一种焦虑的情绪 对缺陷的焦虑 对无能感的不安 而且完美主义到达一定程度 渗透进生活 工作 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就可能和一种疾病挂钩 强迫行人格障碍 对于这种焦虑症 有一种治疗法 叫暴露疗法 暴露疗法本身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虽然自己面对最害怕 最焦虑的事物 当出现失误的时候 是在让自己容许这个错误的存在 能补救就补救 不能的话 就试着去忽略它 不要让它影响之后的所有过程 完美主义者们要学会接受失误 建立现实思维 例如 设定较为切实的目标和计划 并且学会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 要记得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很多人喜欢同时去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 在陪孩子的时候 同时尝试看手机上的电子书 或者和家人打电话的时候 打开免体 同时去忙其他事情 然而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 什么都想要去抓住 但是什么也都没有抓紧 家人会明显感觉你心不在焉 自己手头上的其他事情也没做好 目标太多 不够专注 经常换来换去 一下子想要完成太多的事情 做事情却很浮躁 导致挖了十口井 却没有一口是能够出水的 要正确地改掉不专注的习惯 要先找出做事不专注的原因 才能够提高专注力 培养良好的习惯 所谓说 好的习惯能够成就一个人 坏的习惯能够摧毁一个人 所以培养良好的习惯 是专注做事方法的第一步 把要做的任务 分解成一个个小小的挑战 来挑战自己 看能否把它完成 我们需要弄清楚自己的长远目标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样不经意间你就会专注于做事 在职场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 他们处处不满意 事事都挑剔 他们抱怨的理由有很多 老板太苛刻 薪水太低 怀才不遇 工作环境不好等等 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 可是想想又似乎不合逻辑 人是活的 工作环境不好 老板太苛刻 你可以离开啊 薪水太低 怀才不遇 你可以找一个重视你的啊 后来发现 往往越是抱怨的人 就越难做出改变 抱怨是把责任强加于他人 比如小孩子犯了错误 家长要惩罚的时候 就会抱怨 这是哥哥叫我干的 而在公司里 员工对于自己的业绩不佳 则往往抱怨 公司没有给我机会 很多失败都是抱怨造成的 面对失败 我们推卸责任 不吸取经验教训 很快 失败将会再一次降临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抱怨 批评责备能解决的 都是需要我们去行动 去思考 安慰自己 慢慢的去解决 好消息 我将免费送出 价值199美金的 YouTube赚钱精华课 给首30位小米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巴菲特说的 会毁掉一个人前途的7个细节 先给你们感受一下 何谓高情商聊天书 有个教徒问神父 我可以在祈祷的时候抽烟吗 神父回答 这是对神的不尊敬 不行 另一个教徒也想抽烟 他反问神父 那我可以在抽烟的时候祈祷吗 神父马上同意 同样一件事情 要看怎么说 阶级也会不一样 这是语言的艺术 同样一件事 有的人可以办成 有的人就办不成 这就是个人的智慧 如果你想把一件事 说成批评的意思 就把好事放在前面 如果你想把一件事 说成表扬的意思 就把好事放在后面 再告诉你一个例子 如果我告诉你 一个女大学生晚上去陪课喝酒 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就很不好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一个陪酒女孩 早上还坚持去大学上课 这是不是满满的正能量了 聪明的脑袋不再只是刚需 有趣的灵魂依然是万里挑一 语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 高情商的聊天技巧 能让我们更加具有主动性 却没有攻击性 也让我们给对方增加好感与兴趣 如你是一个常常不注意用词 说话容易得罪人 或者常跟别人发生口诀的人 那你可要注意了 因为你这是在慢性毁掉自己的前途 你可能会说 我本来说话就是这个样子 性格就是大大咧咧 但是凭什么他人要包容你 你可以选择继续说话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其他人也可以选择不跟你做朋友 在生活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扣错了最上面的第一颗牛扣 那么下面的牛扣怎么扣也会出错 同样的 在人生中 如果你跟对方聊天时话题错了 那么之后怎么努力去跟对方增进感情 都是百废的 聊天的时候要在乎别人最看重的事情 例如对老人来说 他在乎的是健康 对男人来说 他在乎的是事业发展 对女人来说 衣服、化妆、孩子基本停不下来 也可以聊对方骄傲的事情 在对方兴奋的话题里找机会 总而言之 谁能载舟也能复舟 说话技巧能造就一个人成功 也能断了一个人的前途 相信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工作能力不差 但是升职速度却很缓慢 以前和自己差不多的人都已经比自己的职位高 其实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工作能力不行 而是做事的时候不够果断 每当遇到大事 有机会表现自己能力时总是犹豫不决 要再三考虑慎重做决定 也因此你将会措施很多晋升的机会 另外 很多时候我们只会一味的去羡慕身边的人 但是从来没去想过 为什么他们会活得让你如此羡慕 是因为他们有超强能力 还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工作 其实并不全是 其实你羡慕的是他们有做出决定的勇气 他们做事果断从不拖泥带水 所以才能活成我们所羡慕的样子 就像现在很多00后都选择自己创业 有的做网外 有的做自媒体 赚了一笔不菲的收入 甚至隐隐已经超越了部分8090后 可能你会说他们家境好 创业容易有家里支持 但是如果没有自身的勇气和果断做出决定 也不能造就他们现在的成功 为什么我们不敢做决定呢 那是因为遇到了成绩局限 就像我们站在一楼是无法想象五楼的风景的 或者是说打工族无法想象一个辞职创业的人 他们具备的是一种怎样的能力 他就会陷入纠结 结果还是不敢做新的决定 那要如何破局呢 这里提供一个好方法就是往前走 停止思考 停止妄念 啥也不想 只管往前走 不管你是想去新公司还是创业 没有人知道哪条路更好 哪条路更容易走 我们只知道如果你站在原地不走 就会陷入纠结犹豫中 就是自己跟自己内耗 那么任何一条路对你而言都是死路 不管选择哪条路 只要下定决心往前走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只因为工作或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 就产生情绪的波动 少有不顺心就会怨天尤人 把所有的困难都看作是对自己的不公平待遇 哪怕其实是件好事 他们首先也是负面的想法 比如说 他中了彩票后 他也会先想到 我会不会被打枪啊 这样的人被称之为负能量的人 然而负能量的人 不但过不好自己的生活 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 情绪不稳定的人 常常在脾气上头的时候 总是口不择言 言语攻击他人 或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 情绪不稳定 伤害的首选 往往是身边亲近的人 人们都是追求安稳、平稳、平静的 没有人喜欢在惊吓中度热 你的情绪不稳定 只会让朋友 机会离你越来越远 作为附属形成恶性循环 你的工作环境 你的生活都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 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这很正常 情绪爆发出来很容易 刚出生的婴儿也会 但是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 才是真本事 情绪就像水 一输不一赌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要轻拿轻放 不要把情绪看得过重 也不能以为克制情绪的产生 要学会疏导 放宽心 预示多想想好的方面 冲动上头想发泄情绪的时候 给自己三秒钟去降火 在心里问问自己是否真的考虑清楚 可能一开始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点难 但是慢慢坚持下去 你就可以成为情绪的主人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掌控自己的前途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 所谓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所以 教友也是人生其中之一最大的关键 而且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好的朋友能提高我们的生活数字 坏朋友只会让费你的时间 金钱 和精力 聪明的人在交朋友时 往往会有一下三种心机 让人生越来越顺 第一 谨慎教友 教友不能盲目 要有所选择 我们应该选择自同道合 谈得来 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的人做朋友 朋友贵金不贵多 所以教友不可以轻率 不要因为朋友而影响你的生活状态 第二 把握火候 小心对待突然升温的友情 和好朋友相处要保持适度的距离 和普通朋友相交往来要把握其中的尺度 当一位朋友突然对你热情起来 你要冷静观察 小心提防 以免被他骤然深温的友情所烫伤 千万不要因为朋友的背叛 或他伤害你就对自己失望 把其自己的信心毁掉自己的前途 第三 要妥善处理 用正确的方式对待朋友之间的矛盾 朋友之间有矛盾很正常 遇到矛盾不要掉以轻心 矛盾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友情决断 相反 顺利解决矛盾 能使一件事情得到平息 别因为小事就断了自己的后路 客观来说 智商性格不对等的人难以交流 而且社交需要消耗精力 我们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做重要的事 选择性交友 能提高生活数字 也提高生活效率 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的内在 而且早在20世纪70年代 心理学教授马瑞克·比恩博士就得出结论 两个人相互之间给对方留下的印象 55%取决于外表 38%取决于声音 只有7%取决于当时说话的内容和背景 所以说 形象管理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往往没想到 合理的穿衣打扮会提升成功的可能 与人接触 衣装要整洁干净 这样不仅看着精神 也尊重他人 人的着装要像房屋一样 虽然简陋 但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穿着邋遢或太随便 会让人觉得不被尊重 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难 香港首富李嘉诚分享过一个故事 创业初期 一个女生去他们公司面试前台 比试 群面都过了 最后却被他pass掉 原因只有一个 那个女生穿得不好看 看着周围人惊讶的神色 李嘉诚解释道 一个人穿着不得体 毫无质感可言 让别人看到了 会以为我们公司的业绩很差 发不出工资 直接有损公司形象 这样的人能要吗? 你穿的不只是衣服 而是自我展示和表现成就的工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 不惜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选择那些能让他们展示出 最好风姿和成就的服装 其实服装打扮在无声的帮你交流 沟通 传递你的信息 告诉人们你的社会地位 个性品位和发展前途等等 外在形象 与你的前途成功密切相关 精神面貌能够感染别人 每天拿出十分钟好好装扮一下自己 你的人生也会更加精彩 当然大家打工都是为了赚钱 养家糊口 心思当然是越高越好 所以不少人会把跳槽当掌薪水最好的手段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手段 反而会毁掉你的人生 你成了跳跳虎 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了长期利益不值得 而且年纪大了 过去频繁跳槽的经历将成为一物点 除外工作换多了面试官就最喜欢问你 为什么频繁的换工作 从而了解你对工作的态度 因此如果一直换工作 面试新公司将容易屡屡碰壁 即使碰到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岗位 也会因为自己稳定性不好而被其公司拒绝 就像没有女人愿意嫁给花心的男人一样 没有雇主会喜欢频繁跳槽的员工 所以建议还是至少两年才跳槽一次 或者在现有的公司和岗位上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以获得薪资提升才靠谱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聚会时 比尔盖茨的爸爸让这两位巨父分别写下 对他们帮助最大的一个词 而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写下了专注这个词 由此可见 专注做一件事更容易取得成功 在专注的时候 我们学得更快做得更快 收获也会更多 所以做好一件事是成功的前提 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这才是实现自己理想 达到成功彼岸的关键 喜欢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去完成 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我们都需要给自己一段 与现实磨合的时间 平凡的换工作 有时不一定能达到你的理想 相反可能会毁掉你 每份工作其实大多数都一样 主要是把心态搞好了 工作就会顺利 前途会更好 遇到事情时 你会选择先责怪 抱怨别人 还是先反省自己呢? 有一种人格叫指责心人格 这种人格 是指对他人和环境 习惯性表现出来一种强横专制 不友好甚至充满攻击性 且自以为正确的态度的人 这种性格特征 往往出现在那些自我价值观 比较低的人身上 他们很少会考虑到别人 是否有同样的需求或感受 总以为自己所说的都是真理 并常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其他人和事物 他们也经常用批评性和挑剔来武装自己 但其实内心十分脆弱敏感 易受挫折 自尊心强又容易沮丧郁郁等等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其实不是因为事情本身严重 而是我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自身上 而且 其实指责并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反而容易让我们跟其他人对立起来 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因此 不要轻易将矛头指向对方 跟对方解仇 反而应该尝试正在第三角度来看问题 客观批评事物与行为 除此之外 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时 我们要学习包容接纳这些不同 同时可以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及观点 让大家互相讨论 解决事情 也会让其他人对你另眼相看 还有 千万别在职场饭局上抱怨工作 应该时刻记得 你身边的人尤其是同事 和老板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而且 你抱怨时 有些人可能会表面上安慰你 但根本不会同情你 甚至会私下笑话你 而且当这些话 已不小心被有心人传到当事人耳中 你的日子将会更难过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把委屈 埋在心里不与他人说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慢慢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 让自己更加优秀 巴菲特在谈通胀的时候说到 最好的投资是自己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自己的身上 远离无效社交 不做伤害自己前途的事 今年和未来三年打死也绝对不能碰的十件事 碰了那就是九死一生啊 多数人亏钱 负债 犯不了身 都是因为做了以下十件事 看完这个影片 至少让你少走五年万路 尤其是第八件 很多人都吃过亏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未来三年普通人绝对不能碰的十件事 否则苦日子就要来了 香港首富李嘉诚 公布以破天荒低价出售新建住宅 售价比附近二手屋还便宜30% 创下七年新低 被视为在香港房市偷了一颗深水炸弹 引起热议 李嘉诚的名言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过去十年 时间已经印证了他超于常人的判断 李嘉诚弃楼 不惜割肉回拢至今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其实贷款买房的背后 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 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就是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因为在如今的观念里 没有房子、车子和存款 是没有办法谈恋爱和结婚的 哪怕女方同意 丈母娘也未必会愿意 而房子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 是这辈子买过的最大的一个商品 很可能会掏空你自己或父母一辈子的钱包 然而你想过没有 其实所有人都不该买房 买房的背后真相你可能没有看清 因为房子不是为老百姓而建 房子是为银行而建 银行需要销售贷款 因为这是他们的身材之道 但银行又不能平白无故的给人贷款 这中间需要一个媒介 于是在资本的推动下 创造了这么一个产品 银行需要给你提供一个贷款的理由 于是一般高智商的银行家 坐在一起聊天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稳妥的商品 来作为媒介 才能把贷款给放出去给所有普通人 于是他们想到 每个人都需要一套房子 大家会为了房子掏空自己的储蓄 甚至为了还房贷 在未来的30年里 乖乖的给他们卖鼓励 而且没有任何的怨言 而这个所有人拥有一套房子的想法 被称之为梦想 然后他们编了一个很大的谎言 大力宣传房价只涨不跌 鼓励你贷款买房 的确疫情前经济很好 房地产的确帮很多人赚到了钱 但是疫情后 整个经济环境都变了 很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 比如中国、韩国 有大量的房子在出售 房价已经开始下跌了 这是因为年轻人的消费行为改变了 30岁以上的单身年轻人越来越多 有不少人走上了不婚不育的道路 他们甚至觉得不生孩子也是一种善良 因为生活的压力 让他们断了很多的念想 他们不想下一代也被资本家压榨 年轻人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买房的意义 他们都在想为什么结婚一定要买房 而且大城市的消费越来越高 薪资却不见得涨得快 所以年轻人已经开始回流到小城市 至少还能存到钱 也没那么压力 现在的老百姓不消费 更愿意把钱存起来 这说明大家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并不看好 所以再减少消费 用存款来抵御风险 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房子卖不出去 所以大家只好低价卖出 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有太多烂尾楼 房子还没完成就这样停工了 但是自己不只要继续还房贷 还要另外付租金 双重压力 真的很可怜 如果真的想买房 可以等三年后 等经济完全恢复的时候再去买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普通人 千万不要指望炒股支付 更不要借钱去炒 有些人甚至把自己养老保命的钱 都给赔进去了 真是惨不忍睹 股市它是零和游戏 所以你要明白你的对手门是谁 你肯定是散户 你的对手就是庄家 就是那些基金或股票行老板 他们聘请了十几个研究员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去做量化投资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大数据 对几十个风险因子进行分析 并且最终测试 不断的调整 然后从市场上挑选出满意的股票 里面研究员的学历 都是海外名校 他们这么优秀了 每天都要八点半上班 来开找会 讨论当天的一个投资策略 白天就时刻的坐在电脑前订盘 收盘以后 也要复盘写报告 每天都要看几十份的投资报告 还得去上市公司做一手的调研 这些研究员这么优秀 然后也这么努力 他们每天也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做投资分析 和研究股票 最后才能得出一个合适的投资策略 而你可能就是看看K线图 听听小道消息 或者是撞大运 随便挑一只股票 你就花了自己大半的积蓄去投资 股市它是零和游戏 就是有赚有赔的 你跟他们比 谁的胜算更大呢? 尤其是现在的股市 已经有点畸形 打仗 制裁 病毒 所有老板都想偷偷套现 当你以为开始赚钱的时候 庄家们已经输完货了 导致这个市场散户80%都是亏损 投资一定要认真研究公司背后的状况 只买自己有信心的 不要随便听信谣言就炒股 因为股市暂时已经不那么好赚钱了 不要老是想着赚快钱 没有那么多块钱可以赚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骗? 就是因为想赚快钱 因为贪婪 所以经常被别人割韭菜 被骗的人有老师 医生 甚至有银行工作人员 他们都不是笨蛋 只是自己太贪心 他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骗局 可是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在接下来几年 我们一定要学会识别金融诈骗 层层包装的诈骗 一般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专门骗老年人的 打得就是保本保息的口号 一种是专门骗年轻人的 打得是一年翻十倍的口号 哪怕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跟你说这个事 你也一定要注意 要提防 不是他们要骗你 只是他们也被骗了 你想吃他们的高收益 他们想吃你的本金啊 这些杀猪团最厉害的一招就是 让长线钓大鱼 他们经典的做法是 开始你投500块钱进去 投了大概两天 会有200的利息给你 而且你也能成功提了700块钱出来 再尝试多几次后 你就越来越相信他们 结果就是偷偷瞒着家人 投了一万块钱进去 因为他们承诺 三天后就能给你2000块钱的利息 你以为三天之后这个钱就能取出来 但是突然间 你的负责人全部没有上线了 系统也进不了了 也提现不了 去报警后你会发现 有的人被骗了十几万 甚至上百万 这些骗子的骗局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你投了一次之后 你自己就会忍不住的再去投一次 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 他们就是利用了人性最大的弱点 贪婪 永远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最后一个肯定不是你 你永远不知道 杀猪盘在哪一天就把这个钱卷跑了 可能是下个月 也有可能是明天 千万不要大成本重资产投资 更不要重资产创业 更不要随便加门什么生意 因为现在全球经济正在下行 世界局面也不太稳定 那些90%的家门生意 都是很难赚到钱的 如果要创业 当下最好就是轻资产 现今实体店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很多商户即使没有转让费也没人接手 而实体店生意难做的原因 主要是受到网购的冲击 产品卖不动了 另一方面则是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房租 人工 库存等等 最后把老板压得喘不过去 不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创业 比如装修一个豪华的餐厅 或者是民宿 疫情后 人们也不再轻易消费 越来越难赚钱 如非要创业 那就做那种轻资产的 是错成本低 失败了也不伤什么元气 比如线上创业 做自媒体帮忙打广告 或者做YouTube创作者 因为现在就算是线下的实体店 也需要懂互联网思维 就是线上招生意 线下做服务 所以建议一定要先磨属线上的模式 才开始线下 不然也只是拜拜烧钱而已 五年以后 普通人在传统行业里面 几乎无业可创 所有大品牌已经开到小城市去了 比如星巴克 连锁餐厅 当这些大品牌的手 都升到小城市的时候 你再去竞争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所以小生意人就越来越难做 你会发现这大品牌 它的营销能力更强 它的供应链成本更低 它的租金更低 更夸张的是 它连外卖的扣点都比你低 它各方面都比你强 所以你个人创业 当你面对这样的品牌 一点机会都没有 它是从全方位的碾压你 所以你在小城市创业 一定要低成本 一定要想的是 你怎么能快速在半年 或者一年之内回本 不要过度消费 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 这几年是百年未有之大的变局 各种暴雷 病毒 战争 手里一定要留一些余钱 预防那些不可预测的情况发生 经济趋势变化也很快 钱虽然越来越不值钱了 但就是这钱挣起来却越来越难了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大额消费 比如买豪车 奢侈品 绝对不要随便贷款 汽车市场都将面临大的动荡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对传统燃油车的冲击 势必会给汽车行业带来一场巨大的变革 到时候获利的必然是老百姓 所以请等一等 这三年如果挺过去了 经济复苏了 到时候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但是你口袋里一定要有钱 在资产当中最牛的是00后 因为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买房买车 而且他们不去讨好老板 你还没骂他 他就走了 你也不敢骂 只有他们骂老板 70后请假是父母不舒服 80后请假是孩子不舒服 90后请假是自己不舒服 00后请假是他看你不舒服 所以在职场当中 什么样的人是最不敢辞职的 就是中年人 所以中年人是领导可以随便骂的 因为他知道你要背负车带房贷 带奴是不敢辞职的 因为他被绑架的东西太多 所以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 为了还贷款牺牲你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短期内不要买车 不要买房 更不要买奢侈品 一个00后说 我吃不了学习的苦 我也吃不了生活的苦 我为什么要吃苦呢 我活到这个世界上 难道就是为了吃苦吗 为什么老师教育我们去吃苦 吃苦真的能成功吗 如果吃苦可以成功 为什么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苦 他们却没有成功呢 那些被教育吃苦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吃了十分的苦 我就能获得十分的报酬 那没关系 我可以吃苦 如果我吃苦得不到相应的报酬 那我还不如直接摆烂 很多长辈爱说 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 却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一定要吃苦 如果吃苦就有用 那么几千年来 农民应该是最富有的才对 可现代社会的发展 为了是给劳动者争取更多利益 让劳动者更有尊严的活着 而不是一无所知的继续被剥削 如果吃苦就能换来最合理的酬劳 那没有几个人不愿吃苦 可如果你让年轻人吃苦 只为了剥削 换一个虚假的美德 那年轻人是不会买账的 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生建议 千万不要瞎吃苦 可能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 都或多或少都听过这样的话 年轻的时候就要多吃苦 这样以后才不会受苦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比你能吃苦多了 在这样的话语体系和教育之下 我们好像天然的就会认为 吃苦是本分 你每一次去买最便宜的打折款 哪怕自己不喜欢 哪怕没穿几次就闲置 就算是真的给自己放了个假 在陪家人 陪孩子度假的时候 内心也会无限的焦灼 有种负罪感 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而有时候 即使没有那么多的苦 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去吃苦 这样的苦真的值得吗 当你经历的越多 你就会发现 有些苦是向下的苦 它带来的非但不是提升 相反是无限的透支 是让你自己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 身体越来越差 这时候与其说它是一种能力 不如说它是一种负债 会让你越来越不敢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丁点的幸福会让你手足无措 吃苦从来不是本事 有目的的吃苦才是本事 就像道圣和富给年轻人的忠告里面说的 吃苦的本质 是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聚焦的能力 是这个过程中放弃娱乐生活 放弃无效社交 放弃无意义的消费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被理解的孤独 它本质是一种自控力 自制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道圣和富要告诉我们的是 不要吃向下的苦 要吃向上的苦 去花时间和精力投入在提升自己上 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吃尽苦头 千万不要借钱给别人 无论关系好坏 都一概不借 你把钱借出去的一瞬间 就要做好要不回来的准备 只要你朋友开口找你借钱 借不借都会失去这个朋友 反正都会失去朋友 选择不借还能保住钱 说句不好听的话 现在有很多借钱平台 都拼了命想借钱给你 他为什么不去借 反而非要找你借呢 要么是都已经借过一轮了 实在借不到了 要么是觉得你好忽悠 找你借钱就压根没打算还 找你借钱的时候像孙子 找到还钱的时候像大爷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人都找不到 所以这年头 不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最好不要麻烦别人 谁活着都不容易 这经济环境啊 你把钱借出去了 就是等于把别人的风险 扛在了自己的头上 要借钱可以 记住一句 借急不借穷 比如朋友家人生病 或者有人去世 突然需要用到钱 这些是救命钱 可以借 但是如果是生意周转不灵 或者要创业什么的 都一概不借 你的梦想我买单 合适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意好 不要借给他 直接投资 占股未来分钱都可以 你不是银行 你不是ATMG 你不是信用卡 特别是朋友和家人 借钱是解决不了他们的经济问题 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会把你卷入他们的经济环境中 如果他们不能从银行得到 那他们就不应该向你借 不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成功 有很多人是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他好的 尤其是那些不如你的人 嫌你穷 怕你负 你好会让别人觉得他不好 他会恨你 在职场一定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条件 如果老板知道你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老板会认定你不敢轻易离职 然后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工资不见涨 事还越来越多 所以在职场 一定不能让人把你看透了 不然别人只会拿捏你 利用你 体现思维一定要有 还有不要告诉大家你的计划 卡夫卡说过 当你有真正想要做的事 最好连神明都不要告诉 因为家人知道了 等于亲戚知道了 等于地球人都知道了 从古至今 成大事者也都是守口如瓶的人 以前我总是期待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有好的想法或者什么计划 总是迫不及待的要让所有人知道 后来发现 其实大家都害怕你努力 有人嘴上说着加油 心里想的却是反的 因为你告诉他们 他们会说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不希望你成功 你成功了呢 他们会求你带 你失败了 他们会马后炮说 早就告诉你不行了 请把你的起早探黑 你的千辛万苦都闷在心里 不成功也没什么 如果成功了 你也可以很自豪说我熬出头了 不要告诉大家你的计划 请向他们展示你的结果 一个人着急了 不光是钱赚不到 可能最后连朋友都交不到 身边的很多朋友 他们在跟很多很着急赚钱的人 在一起聊赚钱 你身边的人 完全可以通过他们是否着急的级别 去判断他目前的财务状况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应该要跟财务状况好的人 一起去赚大钱 还是要跟财务状况一般的人 一起去赚大钱呢 你记住了 财不入急门 赚钱着急的人 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他想要快速的翻身 或者说想要快速的还清债务 而赚钱不着急的人 他们会省时度市 更细致 个人真的去判断目前所面对的东西 是机会还是坑 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 你需不需要那些跟你在一起很着急 执行力很强的人呢? 当然需要 所以有一个平衡的答案 那就是 某事要和财务状况好的人在一起 做事要和财务状况不好的人在一起 财务状况不好的人 你会发现他很着急 他会错过机会 甚至把坑当成机会 而财务状况好的人 你会发现他不着急 因为他真的不着急 所以某事跟财务状况好的人在一起 做事跟财务状况一般的人在一起 你继续获得智慧 也会收获朗性 这个道理很简单 想搞明白却很难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遇到几个有能力改变你命运的贵人 大家都想向上社交 但是贵人凭什么帮你? 你有什么利用价值? 这个世界只有父母才会无缘无故的帮你 所谓的贵人相助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佬 看中了你的某一项能力或者资源 想利用你帮他赚更多的钱 而你趁机抓住了机会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成功上位 帮大佬吃肉的同时 自己喝了一口汤 这就是贵人 而不是说有个大佬莫名其妙看你顺眼 给你转账一百万 这不是贵人 这是傻子 大佬如果这么傻 能赚到钱吗? 能成为人上人的都是人精 一个比一个现实 人脉的本质就是互相利用 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有很多朋友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就没有朋友了 这没什么可抱怨的 真正懂人脉的人 这绝对不会等到需要求人办事的时候才去送你的 一定是先把人情送出去 不求回报 不谈条件 一旦你让有实力的大佬欠了你的人情 对方一定会十倍奉还 你不用担心大佬占了你的便宜把你忘了 一个会欠人情不还的人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他呢? 越穷的人越喜欢占便宜 穷的人能够花关系搞定的事情 绝对不会花钱 到处欠人家人情不还 到最后人脉越来越差 越来越穷 孩子以为很聪明 而有钱人能花钱搞定的事情 一定不会欠人情 所以当你真正主动想被大佬占便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人情没有那么容易送出去的 如果对方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 根本不会接受你的巴结 因为他不想被你利用 他只要收下你那不值钱的独特产 马上你就有求于他 向下社交会让你很舒服 向上社交会让你自卑和焦虑 有钱人不只需要有钱人的朋友 更想结交各种有利用价值的朋友 比如一个医生 可以在大佬的儿子肚子疼到满地打滚的时候 告诉大佬不用担心 只要吃点什么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或者是大佬想在YouTube经营个人品牌时 你告诉他 这我在行 你那一句放心 小问题 我马上过来 你就是他一辈子的好兄弟 对结交贵人的关键 其实是在线上社交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优势 放大优势 然后主动被占便宜 当你把很多人情 冲给这些比你强大的人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人脉越来越强大 帮你的人越来越多 事业越来越顺利 不要谈条件 只有额外给的才叫人情 虽然价值投资者们 常把巴菲特挂在嘴边 但多数所谓的价值投资者 其实对巴菲特都是一知半解 也并不知道巴菲特是怎么赚钱的 有人说 因为他老爸是一个国会议员 他是个官二代 他老爸在他投资生涯中 给了很大的帮助 也有人说 巴菲特是靠买入低估的公司 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慢慢变富 其实这都是扯谈的说法 根据巴菲特所说 他是在20岁时 拿着1万美元资金开始他的股票生涯 按照他年化20%的收益率 经过61年的富利增长 也能达到6.7万倍 即使开始投入资金只有1万 61年后也有6.7个亿了 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但是巴菲特目前的身价是1248亿 足足多了186倍 为什么巴菲特的资产会多了186倍呢? 就是靠每个企业大佬都在用的杠杆 巴菲特选择使用一些安全的杠杆 来加快自己支付的过程 很多人都以为巴菲特是慢慢变富的 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 其实就是很多人总喜欢说 武神巴菲特告诫大家不要加杠杆 其实加杠杆才是巴菲特成功的重要秘密 说起来巴菲特做投资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段是用自己的钱炒股票 第二段是用别人的钱炒股票 第三段是用其他保险公司的钱来炒股票 只不过股神这个加杠杆的方式 和很多人想象的确实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巴菲特杠杆的发架史 1956年的五亿劳动节 巴菲特在他老师格雷尔姆纳工作时 已经把1万美元的本金翻到了17.4万美元 然后在他老师解散了公司后 他也回到了老家奥哈马 开始创建自己的第一个合伙公司 七位创始合伙人 分别是他的老妈、姐姐、姑妈 两个儿子伙伴以及大学室友 大家一共出资10.5万美元 巴菲特作为管理合伙人 象征性的出资100美元 开始了自己接近14年的代客理财生涯 1957年巴菲特27岁的时候 又新增了5个合伙人 至今来源都是他的亲戚们 巴菲特也没让自己的亲戚们失望 仅仅用了3年时间 巴菲特就让他的合伙人资产翻了一倍 到1961年 巴菲特的身价已经超过百万美元 合伙基金的规模也达到了几百万美元 在这14年 通过代客理财 给自己加杠杆的日子里 巴菲特的合伙基金取得了28.3%的年化收益率 算复利效应的话 投资人最初投入1元 在14年以后 变成了32.8元 投资人得到了其中的17.6元 巴菲特拿到了15.2元的累计提成 到1969年底 合伙公司解散的时候 巴菲特的个人财产达到了2650万美元 这一年他才39岁 这里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 1956年巴菲特刚刚创立合伙公司的时候 身价是17.4万美元 等到14年以后 合伙公司解散的时候 巴菲特的身价是2650万美元 整整翻了152倍多 这期间巴菲特的杠杆 主要是通过合伙人基金做代客理财获得的 如果不通过合伙基金加杠杆 计算年化28.3%的投资收益率 14年后也能获得32.8倍的收益 这意味着 如果巴菲特不通过合伙人基金这个杠杆 只用自己的17.4万美元做投资 14年后大概能获得571万美元的收益 可以看出 这个数字远低于巴菲特通过合伙人基金加杠杆以后 最终获得了2650万美元 因为累积了合伙人基金的业绩提升 巴菲特的个人财富取得了年化43.2% 合计152倍的巨额增长 可以说合伙人基金的杠杆效应 大大加快了巴菲特财富累积的速度 使得巴菲特年均财富增长多了14.9% 14年累计产生了4.6倍的杠杆效应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银行会一直推出不同的基金配套 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的杠杆效应 巴菲特早年管理合伙人基金的时候 控股了很多现金流稳定的实体企业 然后用这些实体企业的现金流去做投资 简单来说就是他买了一些企业 再用企业的钱去投资 这个阶段巴菲特很大一部分的杠杆 就是通过控股实体企业 抽取现金流的方式得到的 控制这些企业后 巴菲特就能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又几乎不会增加什么额外的投入 所以巴菲特早期的理念是 以便宜的价格买入好公司 只取有良好的现金流 因为公司没有现金流出 意味着公司的现金流是远大于公司净利润的 这类杠杆资金的成本非常低 而且永远不会出现爆仓的现象 都是他能安全加的杠杆 当然了 后面想要获得更大的利润 就要获得更大更稳定的杠杆 所以他就把矛头指向金融业 实体里面杠杆最大的就是金融业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保险和银行业 巴菲特在1965年用合伙人基金 买入伯克希尔59.5%股份以后 从这一年起 巴菲特开始收购保险公司 先是花费860万美元 收购了国家保险公司 后面接着又收购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 和国民火灾和海难保险公司 也就是从这之后 巴菲特开始用保险服存金的方式 开始给自己加杠杆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巴菲特 控股伯克希尔以后 开始慢慢控股一些地方性银行和保险公司 后面用这些金融行业的资金 特别是保险行业的服存金 不断买入其他的保险公司 之后再拿这些服存金投资 以前就有人说 巴菲特买入伯克希尔这个仿制业公司 损失了多少钱 这种说法完全没必要当真 对于私募公司来说 永远最大的两个困扰是 如何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以及如何避免客户赎回带来的扰动 巴菲特控股伯克希尔这家上市公司以后 完全解决了这些困扰他很久的问题 而且你发现吗 巴菲特每次投资一间公司的时候 他所持有的股票的份额 是可以让他进入董事局 干预公司的决定的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不可能成为巴菲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资本 不能把局势控制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 巴菲特的名言 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恐惧 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案例 华盛顿邮报 为什么他可以有信心持续增持正在大跌的股票呢? 因为他本身也是董事 他认识公司里面每一个人 了解他们每一个决定 而且他本身也有表决权 可以决定公司的方向 我们对所有的消息都不够领通 我们的消息都是从报纸 股票经济 还是图表而来的 得到的都是第二首 或者是第三首消息了 当我们想要套利还是停损的时候 我们已经废割了一波韭菜了 1950年的秋天 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巴菲特 手里已经持有9800美元 这在当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这一年小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开始学习格雷俄姆的课程 学习以后的巴菲特 感觉打开了投资世界的大门 非常希望为格雷俄姆工作 1954年的时候 24岁的巴菲特终于如愿以偿的 在格雷俄姆的公司 拿到了一份1.2万美元年薪的工作 到1956年的时候 巴菲特的个人财产已经达到了17.4万美元 也就是这一年 巴菲特的老师 格雷俄姆决定退休 所以解散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从早期来看 巴菲特进行第一阶段投资最大的特点 就是学习他的老师格雷俄姆的观点 以便宜的价格买入好公司 也就是说 都是在价格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才去买的 也就是通过买入便宜的公司来获利 但巴菲特并没有只评估是盈利 他显然是在寻找市价种子 明显低于所持资产价值的公司 因为这样 只要他卖了公司资产 就能获利和现金流了 而在遇见查理蒙哥之后 巴菲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查理蒙哥曾经对他说 如果你只买便宜的公司 就只能赚小钱 要想赚大钱 就必须买入伟大的公司 也就是那些真正可以不断的成长 可以长期创造价值的公司 同样也是巴菲特经常给大家提到的那句话 我宁愿以一般的价格买入伟大的公司 也不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一般的公司 这次这句话改变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因此 在中期 巴菲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企业的品质上 虽然巴菲特一直都在教育投资者 要避免使用杠杆 他甚至说 想破产就用杠杆 他的老师格雷俄姆也在说 任何使用杠杆的非专业投资者 都是在投机 但我们从巴菲特和格雷俄姆的投资历史看 他们自己却在不断使用杠杆 可能他们想告诉投资者的是 对于非专业投资者 不要使用杠杆 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投资者 是可以使用适当的杠杆 尤其是那些安全的杠杆 虽然巴菲特只靠自有资金投资 确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 但远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所以 赶紧敲醒你那些还想成为第二个巴菲特的朋友 别再让他们做梦了 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标准才是最好的 对于巴菲特投资的方法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80-20时间管理法则 只做20%的优先级任务 就可以达成80%的成果 很多人的工作时间正在年负一年的增长 996、007 甚至成为不少年轻一代的工作常态 当时间流失 精力不在 我们才泛然醒悟 已刻不停的忙碌 事物并没有让我们更成功 当比尔盖茲第一次见到巴菲特时 盖茲的父亲 让他们分享自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盖茲和巴菲特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专注 focus 当我告诉人们 巴菲特遵循五小时规则 把80%的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时 人们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 他们都会说 他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是巴菲特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我永远达不到那一步 也做不到那样 虽然这种反应可能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 但肯定不会让他们变得更聪明 因为事实是 巴菲特从小开始就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 拥有更多的钱或管理一家大公司 并不能给你更多的空闲时间 你觉得有时间才有钱 还是有钱才有时间 空闲的时间 并不是等待就能出现的 除非退休 否则人们不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相反 空闲时间是一种策略的结果 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时间的结果 出于对巴菲特独特的策略的好奇 我读了几本关于他的书 他写给股东的大部分年度信件 观看了他几乎所有的采访 以下是巴菲特在他职业生涯中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思考 而采用的六大时间管理法则 我要请你复制他们 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希望可以帮助你节省更多精力 达成最为重要的目标 巴菲特从他日程表上 划掉了几乎所有CEO必须完成的任务 他从不与分析师交谈 据巴菲特估计 一个典型的CEO 有20%的时间会花在与华尔街分析师的交谈上 谈少接受媒体采访 他不参加行业活动 他几乎整个职业生涯 都住在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一个纽约市外的地方 他几乎不像典型的CEO那样参加任何内部会议 重要的是 这些决定不是偶然发生的 做出这些决定 巴菲特需要不断的抵抗巨大的社会压力 巴菲特曾经给私人飞行员 迈克尔弗林特 介绍过确定优先持续的三步走策略 希望你现在就能尝试一下 以便真正理解这个信息 首先 巴菲特让弗林特在一张纸上 写下前25个目标 第二步 他让他选出前5个 第三步 他让弗林特把那20个他没有选中的目标 放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的清单上 在第三步 你会看到巴菲特在排定优先级上面的天才之处 在这一点上 大多数人只会专注于前5个目标 然后间歇性的在其余的目标上投入精力 但巴菲特并没有 他建议弗林特 不管怎样 这些事情都不应该引起你的注意 除非你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前5个目标 巴菲特的策略有几个基本事实 20%的优先级任务 会占据我们结果的80% 巴菲特最先考虑的5个目标 就是25个目标的20% 那些我们知道是错误的事情所带来的困扰 并不会对我们的时间构成真正的威胁 相反 真正的威胁是那些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活动让我们感觉自己在努力工作 但最终并不能改变现状 巴菲特的三步走方法 就是为了预防这些 真正困难的是对繁忙的工作说不 因为繁忙的工作 能让你从代办四项清单上 划掉一项而感到满足 但这些繁忙的工作 却不能为生活带来质的改变 西谷天使投资人 纳瓦尔·拉维康特称说 如果你无法想象自己能够与某个人共事一生 那么一天也不要与他们共事 与巴菲特严格审查自己工作活动的方式类似 他也对与自己合作的人进行严格的审查 巴菲特只要他信任的首席执行官们合作 这些首席执行官们能取得成果 他认为自己可以和他们一起工作几十年 因此 在收购一家公司之前 他极少进行谈判的禁止调查 也不会对自己收购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太多的干涉 此外 他享受与首席执行官们的谈话 注意 信任这个词 让巴菲特放弃收购许多财务状况很有吸引力的公司 只是因为他不信任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工作中信任这东西 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态度会决定能力 而不是能力决定态度 很多细小的东西日积月累 最终会形成巨大的差距 也就是优秀和平庸的区别 巴菲特已经消除了他公司几乎所有的官僚作风 普克希尔的投资组合公司有近40万名员工 但其实际的总部只有20多名员工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 2014年圣诞派对的照片 巴菲特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 他住在一个不起眼的房子里 60年来他一直都住在那里 每年个人开销只有10万美元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 在我们的公司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事情变得复杂是非常容易的 事实上这是常态 当你获得更多的利润时 雇佣更多的员工是正常的 随着你赚的钱越来越多 花的钱越来越多也是正常的 真正强大和独特的是 让事情简单化 这需要努力和技巧 这也是巴菲特天才之处的一部分 这么说很奇怪 当你对比他选择的生活方式时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也是最大的极点主义者 巴菲特每年只做少量的投资 买股票买得散 不代表好 投资只需了解其中几个行业 巴菲特认为 投资最严重的错误 是认为自己必须了解所有的产业 股神提到 只需了解其中几个就好 行业了解的越多 不等于赚钱的机会越多 有很多产业巴菲特都不了解 重点是 他可以从了解的企业 得知自己胜算有多少 巴菲特有个出名的棒球理论 你不需要每次都挥棒 你只需要等待那个好打的球 当你知道不打什么球的时候 才是真正打球的开始 另外巴菲特曾做过特别投资建议 他告诉他的学生 当毕业时得到一张卡片 上面共有20个孔 这20个孔 代表他们一生中会做的投资决策数量 这些决策不用每个都对 即使只有4-5个是正确的 都已经可以自负了 因为他们会慎重认真思考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正确投资4-5个就足够了 巴菲特会长期持有他的股票 可口可乐是伯克希尔投资最久的股票 自1988年以来 可口可乐就是该公司投资组合成员 不包括股息在内 总共赚了超过20倍 第二只最长久的股票就是美国运通 自1993年以来 伯克希尔就已持有美国运通股票 赚了超过2014%的涨幅 你所学习和投资的东西 应该是能够积累的知识 这样知识就可以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 因此,与其学习一些明天就可能会过时的东西 不如选择那些能让你在10年或20年后 变得更聪明的东西 我现在一直在受益于这个教训 并非只有巴菲特一个人在考虑进行长期投资 杰夫·贝佐斯 用7年的时间来衡量一个新项目是否成功 而其他大多数上市公司 则只用3个月的时间来衡量 人们可能会认为 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 会一直追求掌握最新的技术 以保持处于时代前沿 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 以下是一些巴菲特的例子 他办公室里从来没有电脑 他从来没有用过股票行情收报级 他没有智能手机 这些独特的选择反映了巴菲特的一些特点 巴菲特非常清楚他需要了解哪些数据才能进行投资 他对自己的想法有足够的信心 他不愿意去做那些受大众欢迎的事情 他主动从环境中排除潜在的干扰,而不是靠意志力 就像应用二巴法则是一种技能一样 说不也是一种技能 这种技能就是识别我们应该说不但没能说的领域 然后针对每种情况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们每天都有24小时 因此更加努力的忙碌让我们走不了多远 专注是20%的技能之一 在我们的生活中 他给我们带来了80%的成果 他允许我们在一年内 完成其他人可能需要10年的事情 此外 通过专注于工作中的几项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个人的生活中获得时间来保持健康 并与爱人共度时光 但是请记住 为了充分享受专注的好处 我们需要把它视为需要多年实践才能发展的困难技能 专注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还需要巨大的情感和认知资源来持续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吹捧专注的力量 但很少有人真正专注 巴菲特的策略 能够激励我们成为少数几个这样做的人之一 先做你的一件事 当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最多的能量和最少的干扰 这使得他成为完美的时间去处理最困难最重要的活动 如果你把一件事留到当天晚些时候做 那么他可能不会在当天完成了 对于巴菲特时间管理的方法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点赞让我们知道哦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YouTube赚钱进华课 你将获得免费名额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